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掏出了自己的看家兵器 两把金属长勺 加入驿站 面对四周异勇群众的坚强阻击 持刀逞凶的歹徒节节怯退 最终 民警同事及时赶到现场 将犯罪嫌疑人当场制服并抓获 据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通报 被歹徒刺伤的短发女子 在及时送医救治之后 生命体征已恢复平稳 暂无大碍 事发之后 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坚强抗击持刀歹徒的几位 义勇群众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位路见不平 拔伞相助的碎花群女生 各社媒平台上的网友都对她称赞有加 并且亲戒地将她称为健义勇为的碎花群小姐姐 还夸她手中那把折点伞是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剑 因此 有不少网友也猜测起了碎花群女生的真实身份 9月12日 有一位网民在网上发声 声称碎花群女生和她是朋友关系 事发当时 碎花群女生是以一个外地游客的身份 到苏州旅游的 而且还是个人游 她说 作为碎花群女生的朋友 真的没法想到她当时有多无助 多害怕 面对行凶者 她还能如此勇敢地去帮助一个 才认识半天的陌生人 看到大家都在称赞我的朋友 真的很感谢大家 不仅如此 后来该网民还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at出了一个短视频账号 因为该网民的这一举动 所以很多网友便把这个社媒账号 当成了碎花群女生的个人号 于是乎大家纷纷来到该账号的评论区里 留言鼓励 不仅如此 该账号也在与广大网友的互动中 晒出了碎花群的照片 似乎是在暗示广大网友这个账号的持有者 运营者就是那位健毅勇为的碎花群女生本人 但是这个在本轮渔情中 被广大网友的声浪给推到 聚光灯下的社媒账号 真的就是那位拔伞相助的小姐姐的账号吗 对此 该账号并未做出明确回应 而与此同时 短视频平台方也在该账号的主页上 做了这样的标注 该用户尚未向平台提供身份证明材料 请谨慎甄别 为了弄清楚该账号的身份问题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还特意联系了 短视频平台方了解情况 按照平台方给出的说法 有这个标注并不意味着 该账号的身份就一定存在问题 只是表明它尚未通过平台的 当事人身份核实机制 据短视频平台方安全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尽可能避免防止冒名顶替 蹭热点等问题的发生 自5月27日起 平台已实施了热点内容核实机制 在平台上以热点事件当事人身份发生的用户 平台都将联系当事人进行身份认证 逾期为认证的用户平台将采取包括强制提醒标注 或禁言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直至用户提供可信材料 方可解除限制 用平台安全中心相关负责人的话来说 我们联系该账号提供证明材料 但一直没有联系上人 根据规则进行了标注提醒 目前平台仍在联系该账号 如果用户提供了可信材料 平台就会取消标注 我觉得这其实是件很好的事 本来人家碎花群女生路见不平 把伞相助的一举 就是出于一腔热血 人家在见义勇为的时候 都没想到那么多有的没的 拿着一把折叠伞就上去了 你要珍视人家的账号倒还好 可你要不是 而单纯就是个冒名顶替侧热点的 那这种行为就太过分了 无论是出于维护平台的信誉也好 还是维护当事人的民洁也罢 在这种时候采取谨慎的管制措施 都是有必要的 因为这本质上是一种保护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妥当的 如果可以的话 应当在全中国的互联网上都推广开来 各社交平台和门户网站 都可以学习借鉴一下相关做法 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也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 不叫别有用心的势力之徒浑水摸鱼 也不让鼓道热肠的广大群众被人误导 另外我再补充一句 据苏州日报的头条官方账号 引力波新闻报道 事发当时挺身而出的三位英雄群众 那就是碎花群女生和两位厨师小哥的身份 已经被核实了 而且也都被姑苏公安分局按程序 确认为建议勇为人员 这三人都是外地人士 其中碎花群女生姓刘 是来自重庆的外地游客 两位厨师小哥 一位焦姓 来自江苏连云港 是一名光荣的中国退伍军运 退伍之后 跟着战友一同来到苏州打拼创业 另一位姓刘 来自河南 是熟食店里的店员 碎花群女生 在接受苏州日报采访时说 事情很突然 我就站在旁边 觉得有一份责任感 不能置身事外 万一那姑娘出事了 我会感到愧疚 后来旁边的店里 冲出来两位小哥 把那人隔开了 而熟食店的焦姓小哥则说 看到那把刀 我也怕 但是想过自己当过兵 就冲出来了 以前在部队接触过突发情况处理 有一定经验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我用勺子砸了一下头 他就把女生松开了 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人民和军队 最好的百姓和军人 最后的最后 我再多嘴提一句 两位小哥工作的那家熟食店 位于苏州市 姑苏区中章家乡 名叫万三提 据起地址是 姑苏区平江路60号 目前在某众点评上的评分是4.3 评论区里上百条留言 无一例外 全都是压倒性的好评 有赞他们家 好人一生平安的 也有夸他们家的掳获 味正东西好吃的 下次如果有机会去苏州 我也要去他们店买一点尝尝 我相信 有这样的老板和店员 照顾着的店 他们家的熟食 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